蝦如文貴 ? 來 謝謝廖和總部長 廖頓 議員廖 董事長 恭喜我要跟大家報告 這個全部都是黃新榮老師自掏腰包買的 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 今天在場的每一位你們都有 要不要再一次掌聲 謝謝 剛剛葉老師有講 去年的十月 我們無名市分享園區創立 我們那個場地是 蔡葫人蔡董事長她免會提供的 我非常的感謝她 謝謝 今天是18號 再兩天就滿周年了 正好 就是 我們就訂了喜餅 今天 我預計啦 預計會來120位到140位 所以我訂了140份的喜餅 然後 今天有來的通通都有 如果說是真的 突然拋出很多人來講的話 是 那可能我就要請你們到 那個小黑 你知道嗎 那個小黑 大黑中小黑 那個距離 剛剛葉老師在講 好 捷運這裡來講 是 有個 有 趙雄輝 趙副總 大家掌聲鼓勵 趙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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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雖然退休 但是退而不休 有很多 有關於 這個大陸要過來 跟台灣這個 請益 人員受訊 他還在幫忙 那另外我們 有 沐欣佳有來嗎 上洗手間 喔 上洗手間 喔 明曉修 這個是 包 包小天 這是 顧教授的夫人 好 那 這段話也是 我去 請來的 這個 資訊畫面的專家 是 交大的這個 呃 職工所的 很有名的 教授 我總共 全省全國 找了三十幾位 專家 來跟我們 捷運公司 呃 很優秀的 共同團隊呢 大家 團隊起來 呃 把馬克拉 留下來的一些 爛攤子呢 我們足以的把它 解決掉 嗯 這個 我做了以後 來講話是 就 就 把它交放 交放 給後面 呃 洪英輝 洪教授 他今天才剛剛 說祝我們今天 這個大會 大會成功 好 這些都是很好的朋友 好 但 等等裡面 可能會去稍微 地道 我們的人生好 就是那種的 奇妙好 說來說去呢 也只能說 有一股冥冥之中 看不見的力量 在牽引著我們 所以呢 今天在這裡呢 能夠 聚在一起 這也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緣分 我來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今天的這個題目 那這一張呢 是我擔心說 今天因為 接下來講下去會很快 那有人會在不及操筆機 所以呢 先幫各位印了齁 啊 你在看的時候呢 是 就是 上半階 這麼橫著 這樣子看過來 那現在光線不是很清楚 所以回家 回家再看 那後面呢 後面呢 後面是我 我 上個天啊 在這個 平東科技大學 他們生物科技研究所 就是幾位研究生 還有幾位教授 請我去幫他們演講 演講 農業生物科技如何進行創業 那這一部分來講的話 是 其實是我的 我的興趣 我從小就在養魚啊 但是在下個月 十一月十一號 在南港的這個 這個世貿盤盤館 那五目線的終點站 跟盤南線的這個終點站 十一月十一號 然後這個上午 十點到十二點 啊 主辦單位的請我在那邊演講 兩個小時 那聽的人來講 那是有來自世界各國 在觀賞於 方面的這些專家 也有現場的 這些參觀者 然後各位有時間的話 可以提早 提早到 那是免費日常 是農委會 樂署他們全力贊助 在屏東科技大學 那邊跟他們去分享 當時候是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感受 是因為他是我父親的母校 我父親 在日期時代的時候 念屏東農校 現在是屏東科技大學 他那個校地有五百多獎 是全臺灣整個學校最大的 臺大還在第五位而已 所以他是第三位 那麼大的一個校區 那他快畢業的時候呢 被日本 甄選為成功特工會 那他們不是去作戰 他們去當這個 人鬥炸彈 就是這個飛機 開了就出去 出去就不歸來了 那挑選的是 就是很多 他們來講 日本人就是說 日本的這個學生 是優先的 為天皇校命 明天 明天 就 就當晚的時候 就抽籤 抽到的人來講 他就去 集招 就很公平的 來做一些儀式 明天一旦 大概之前還沒有亮 就下了飛機就出去了 好 對不起 謝謝瓜哥 因為廖長市長非常忙碌 他也是我們